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菠蘿包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簡單而煮的菜式 它就是蝦米煮白肉 冬瓜有被譽為白肉的美魚 而且冬瓜有清熱解毒利尿的功效 最適合在夏天食用 冬瓜本身的熱量不高 食後有飽足感 如果你需要減重或者減緊重的朋友 冬瓜是一種不錯的食材選擇 接下來我們看看今天要用到的材料 蝦米30克 蝦米先用清水洗乾淨 最加入適量的清水浸泡15分鐘 今天的主角就是冬瓜 這塊冬瓜大概有1000克 在夏天是冬瓜當做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冬瓜就是最美味 最好吃的時候 把冬瓜皮刨乾淨 冬瓜皮是比較硬的 我們在刨皮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冬瓜泡完皮之後 用匙羹把冬瓜囊滑走不要 再把冬瓜洗乾淨 然後把冬瓜切片備用 它的厚度大概1cm厚 然後準備2片薑和幾粒蒜頭 然後準備2片薑和幾粒蒜頭 熱鍋加入薑和蒜頭 再加入少許油 先把薑和蒜頭爆一爆 再加入蝦米 把蝦米爆香 蝦米爆香之後 再加入浸蝦米的水 再加入冬瓜 最後加入一些清水 它的水位大概浸到冬瓜的七成門就可以了 然後蓋蓋用大火煮8至10分鐘 冬瓜煮了10分鐘之後 你可以用牙籤切一切冬瓜 看看冬瓜是否軟 冬瓜煮軟了之後 再加入1.4茶匙的鹽調味 炒均勻然後關火 再把冬瓜放入玻璃盒 攤冷 這道菜可以熱吃也可以 凍食也可以 都是這麼好吃 冬瓜攤冷了之後 蓋蓋放入冰箱冷凉至3小時 在吃的時候就冰冰凉凉了 冬瓜冷凉了之後就可以裝碟了 裝完碟之後你可以加入一些蔥 再加入一些麻油 來增加它的香味 是不是很簡單呢 蝦米煮白肉就完成了 它吃下去的味道不會太重 而是清清爽爽 冰冰靚靚靚 最適合在夏天食用 如果你喜歡記得試試做 你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請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我刷新片就會通知你了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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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